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你深度开发 燕西陈小 心如剑华的神秘婚旅 Oh my god 这不是两个人的婚礼 这不是两个人 早餐领着的当天 燕西陈小就宣布了小小陈的到来 所以在一袭骂妙的白沙下 可是燕西带着宝宝一起撑起来的呢 并且他们一家三口还选择在北京的燕西湖举办婚礼 你瞅着地儿选的 谐音堪称完美 而两人的情体和伴手礼更是诚意满满 小木的小兔子图案就出自燕西之手 没错 正是燕西亲手画的哟 要A小姐说 嘴拉轰的是情帖上的爱情宣言 两人竟是用一简一凡 你一句我一句穿插的形式排列 这两岸CP的混搭 真是被你们玩坏了好免 同时 小夫妻还建议到场嘉宾 选择清新淡色系的服装 这八九不离十是要举办一场文艺清新风的氧气婚礼了吧 两人还要台湾安慰各办一场 A小姐觉得 一定是两岸婚战习俗不同 才要搞这么多场吧 我相信真相只有一个 多嫩魔出身的混血美妞 安州拉贝比 可谓是香港女神 和黄教主的港路CP 又如城堡里的粉色小工具 假霸道总裁一样 他们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世纪婚礼 婚车是劳斯莱斯幻影和奔驰车队 关键则是 神秘Joseph的加冕艾系列的皇冠钻戒 婚纱是迪奥首次为华人影星定制的婚纱 这场中西结合的婚礼 在见老人时 二人的忠实袖和婚俗 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 看来虽是港路结合 而附加是山东起的 那么 内陆本土的贵寇习俗 就是一样也不能少呢 这场是资料一软妹逼的婚礼 从规矩到排场 样样鸟杀众人 真是没谁啦 高远远 赵友婷 却对北京妞和台湾男集合的严杀自批 在台湾举办的婚礼 可谓是低调中暗藏着比特极高的奢华 远远的最简单的头巾 都是设计师蓝玉 两身打造的 用了法国蕾丝式水肌和串珠 两件婚纱 军由Chloe设计总监Claire Ray Keller亲自把关 上面乡签了100颗石滑露石器水晶 每件单价20-40万 而婚级是深眉不用 要1.45万软卖内币 中创婚礼 大概只资500万台币左右 看来 低摄板台式婚礼 要的并不是大场面 小儿精致就最好啦 而且 按照台湾的习俗 两人的喜宴是在晚上进行的 就和北方人中午去喜宴 这是截然相反呢 那么 同为宝岛台湾的林心如和霍建华这对动灵CP 据说 也即将在7月底完婚呢 为了能够在巴厘岛举办一场心仪的婚礼 二人还不忘像刚在巴厘岛完婚的吴奇龙取经讨教经验 做过无数人的伴娘 看来心如姐还是对海岛婚礼情恶独钟呢 那会像诗诗一样 也遭一个岛屿化海粗烂面 身为大水瓶的心如姐 该不会走寻常路的 你看 明明该为穿婚纱保持好身材的她 却大方吃起鸡腿 不会委屈自己 诶 那不是也真的怀孕了吧 哈哈 不可质疑的是 二人的婚礼并不会脱离台湾婚嫁的习俗 什么 丢闪 泼水 摸橘子等等 已经在影视剧中演绎无数次的心如姐姐 便会在属于自己的婚礼上 样样不缺的 陈一席和陈小大婚的今天 吃瓜群众们也是有话说的哟 快来听听吧 河北人 办那个办婚宴 然后在餐厅里吃饭 然后要放很多的泡 姜苏 像我遗族的话 我们好多呢 就是去南方家榜里 你头天要送一堆鸭子 然后一些肉 然后一些米啊 什么那些 我会自己 如果是关系很铁的话 我会自己去 毕竟婚礼一辈子就一次 如果他结婚 我会去 但我感觉他不会结婚 如果特别好的朋友就不会在意吧 可能心里会有点那个 不地道 当旅游呗 可以是海边或者是城堡都可以 因为比较想工作 我想旅行结婚 我的话是比较想穿汉服吧 我想在海边的那个 圣经里的书上 骑着马 然后过来把我接走 在大草原上玩一圈就行了 喜喜洋洋的今天 我们的爱都也来粘喜去了 真是喜上加喜呢 快听爱都怎么说 小明哥 你好 我特别喜欢你和贝比 我想问一下 结婚后你和贝比 谁更喜欢跟对方撒娇呢 其实我觉得是 我也问过贝比了 我说我到底生活中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到底我们俩谁会撒娇 他说你 我说为什么 你生活中经常呆萌呆萌的 你一呆萌我就心软了 我不是故意的 真不是故意的 就是我有时候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就会觉得 小明哥 我是你的粉丝 想问一下 你结婚之后 会跟爹地吵架吗 跟女朋友在一起 我肯定会跟他吵架 但是我愿意去忍受 因为我知道 我喜欢 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我可以忍受你的一切的部分 扫描二维码 添加A小姐 给A小姐私信 或者任意一条微博下评论 提出你想见的爱豆大名 附上你想问的问题 就有机会真实地与爱豆同框 让爱豆回答你的问题哟 当然 不问问题给爱豆送祝福 想有打气也是可以的 diagnosed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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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